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这个改变 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 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自淑女 这就是一种他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 就是说人类啊所谓的这种家族啊婚姻啊亲戚啊 所有这些制度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不断变的 一直在变 一直在来 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 陈教授您有预言吗 他会变成什么 你比如像您刚才说的 我说句比较低俗的 就是说我老发现谁养谁这事很重要 就比如说或者说夫妻两个 你说白了就是谁挣钱多谁挣钱少 这个事情啊潜移默化的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倾向于像您说的 女性地位高涨了 那么这个婚姻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不稳定 的因素越来越多 那您觉得将来 那天我有个同事还给我讲 就是现在为什么不稳定啊 叫今天的社会啊 男的不缺性 女的不缺钱 这个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 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 本来我们说的啊 就像那个黄梅系夫妻双双 把家华里面说的啊 你跟田来我支布啊 我挑水来你交员 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 通过两个人结婚 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 你发挥你的优势 我发挥我的优势 这样一来的话 通过这个组合啊 把那个产出可以最大化 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 但是这方面的那个经济功能呢 也是有这些公司啊 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都取代了 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养子房老 那些风险保障功能 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 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金融市场 和这个养老院等等那些行业 取而代之了 那到最后的话 可能有的人说那结婚不结婚 这个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啊 现在的话好像 尤其问中国男人或者中国女人 可能会说啊 这个用得着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到最后想一想 对 婚姻的功能还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发现啊 最后还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好 所以这个就回到这个原子 这个个人这个原子 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嘛 不过我觉得这个 一切都在离散嘛 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 它的惯性还是很大 有时候比如说你说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 反而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 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不是女的赚钱 是那个男的就是心理不平衡就会找小三啊 这个话可能说的 这很有理由了 这个话说的太绝对 对啊 我也觉悟得太晚了 后来我发现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男的 你不要说收入有多高 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 有一定的收入什么 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 因为这还牵涉到这个男的本身的性格的健全 对 包括他的信心 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一下 讲回家庭功能 其实你看人类历史 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就是个家庭功能 不断被剥夺 或者家庭角色不断地被削除的一个例子 被剥离 对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60年前的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出生是出生在家的 在家里生的 以前小孩 死也是死在家里的 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 是家里上学的 那么请问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 死在家里 就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 然后你小幼儿阶段 你在托儿所 在幼儿园 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不断在剥离 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家庭是什么 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 可是这个情感功能 今天我们用手机 微信朋友说也有很多 这个鲁迅先生早就说了 爱情是要有所复利的 对吧 如果最后抽抽抽 抽的就剩下一个空空的感情的时候 觉得不觉得虚啊 但是有一个方面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 会使得婚姻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纽约州对于这个婚姻权利 婚姻带来的权利 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算了一下 大概在纽约州两个人结婚 就是这个婚约这一张纸啊 就可以给双方带来一千多种不同的right 不同的权利 这个原因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移民权是吧 或者说一个加个美国公民 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 这个养老保障呢 这个医疗保障呢 甚至于到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啊 我去登记了 那么我妻子就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去 或者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在耶鲁大学里面的用使用图书馆的权利 那很多了 一千多种啊 所以所以这些利益的面前 感觉会使得 这婚姻这一张纸啊 还是会有差别 但是你看 所以说制度是人设计的 你现在香港交税啊 结婚的人交的税就比单身的人少 有孩子的更少 对啊 他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 所以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助长 不是说助长了 还是要让你结婚 维持这个婚姻 传统家庭的 有些地方的人不结婚是为了省税 好像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贵 有 中国嘛 比如说结了婚的 离婚的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对不对 买多套房子 而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你负债 是不是一个共同负债 就因为现在有可能 比如说有个人会认为离了婚之后 你已经离婚了 你丈夫的债 你也还在共同承担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要考虑该不该结婚了 我刚刚听你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到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 是因为我作为妈妈的功能 被学校保姆 还有什么做饭 都代替了 最极端 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所代替 但是回过头去想 就像你说的 这就让我感觉很虚了 就原来我和我孩子之间 我已经不能用金钱 或者用任何的其他办法去约束他 我一定要对他好点 更多的你反而要想 我们要多有点 好像要虚的东西 情感要反而多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以前写的文章 讲的那些东西 总要强调一点 就是一旦父子 或者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不是这种生老病死的 这种经济 或者保险的关系以后 家庭里边的文化和结构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你喜不喜欢谁 爱不爱谁 这个不是说 就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 我必然的就 哇 就跟你个感情很接近 不一定的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双方的了解 认同和喜欢信任 这就为什么 像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刚刚看美国的那些电视剧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当时就学 美国的那些儿子女儿 可以叫父亲 叫母亲 可以叫名字 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也是 电视剧下觉得很震惊 但是呢 你仔细地想一想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种 不要称这个 因为我是父亲 所以你喜欢我 天经地义 不喜欢我也行 你必须的听从我的方方面面的 因为我们只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话 更多的人会觉得 父母跟子女之间 本来就没有这个经济上的那个指望 那么以后的话 要把这个家庭的感情给他建立 给他巩固住的话 必须得靠真正的平等的交流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体验实际上 对了和设对小孩好一点 在美国社会的经历了一两百年 真的感情得以纯粹了 可是这也要小心啊 这个是要学习的 人的家庭关系能够好 或者夫妻关系能够好 感情的发展能健全 不是天然的 是需要学习的 这个还真的是 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要有所复利的 有时候呢 咱们现在还觉得 就是说是一种 比如说经济上的一种供养关系 但是呢 笼罩了一层感情的面纱 仿佛这样呢 还牢靠些 有理有面 但是呢 当抽去了这个理子 或者仅剩下面的时候啊 反而这个事情变得很高难 反而变得需要 真的是需要两个啊 就有人讲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啊 就是汪曾祺讲的话嘛 我有一个朋友在移民加拿大 他就给我讲 他去加拿大这个医疗制度挺好的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 跟这个 我看这个外国人呢 跟这个父亲呢 就是他父亲这种中风啊 什么什么的 他说在医院里啊 有专门的这个护工 人家的护工啊 据说服务水平也相当高 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整天 然后呢 他说这个儿子呢 每个星期天开着车 到那个医院 跟父亲聊天聊一下午 两个人真的像是兄弟一样 这样聊天 看球赛什么的 一起看球赛 听起来反倒是挺好的一种感觉 对 当然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体系 就跟刚才文道讲的有关系 就是那个遗产这个制度啊 跟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我们历来就是 诸子均分啊 就不管那个儿子好不好 但反正只要是他儿子 就占几分之一 这个是肯定要保证的 但在美国的话 完全靠那个遗嘱啊 你怎么写 怎么写 所以这个的话 多多少少呢 就是有一点激励 对 只要我还没做写 我还没有 我这个 还真是 我的那个遗嘱上面写的财产 是怎么分的 子女不一定知道 所以让他们有一点 今天的这个独生子女 80 90后 应该看看 看了应该会感到很安慰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他这个信里 看到一种经济学家的办法 什么意思 他就说啊 说女儿啊 你们呢 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当然你们要回来 我们老两口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你们不要为了养我们的老而回来 你们要回来 就是因为你们喜欢回来 我们也很高兴 你们愿意留在美国就留在美国 愿意找什么男朋友就找什么男朋友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老两口 因为呢 我们现在买了养老保险 老年的长期护理的保险 还有什么投资了基金 什么老年的基金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 我们可以去养老院 我们也可以请长期雇 雇这个长期护理 我们都有钱 所以呢 你们是自由的 哎呦 我觉得 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我觉得父母自己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真是对子女最好的礼物 做起来这个还是 我主要是觉得像我现在55了 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自己越老了以后 越能够理解原来的这些儒家人的对于这个硬性的要求 子女儿子女儿必须的孝顺了等等 当然我不会那样子去做 但是呢 我自己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或者变化 这个心理历程呢 让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在中国 越是年龄大的 因为对于这个子女是不是听话呀 是不是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啊 反应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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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求子女不能够有选择 必须的要孝顺父母 要照顾老人 当然我后来想 这个里面确确实是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嘛 因为年龄越大的人 他这个需要啊 个人的需要越来越强 当然在价值行为道德规范上面 更可能会赞成儒家的那个三高五常 民分等级次序的这个不可商量性 就是每一个人必须的按照这种方式 去规范你自己 找到你的位置 按照这种方式的行为 当然我在写那个信的时候 这些信念和观点还是一点都没变了 像我现在讲课也会跟这些90后00后 会不断的去讲这个原来的养子防老 就是说我们总说原来中国社会啊 是旧社会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我就跟他们就讲 实际上好多这些东西 归根结底是来源于这个养子防老的那个体系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因为道理蛮简单 我把儿子女儿养大了 是吧 我其他的我以后生老病死 都要指望着他们 他们是我的保险 是我的股票 是我的养老基金 如果他们长大了以后 我在他们身上做那么多的投资 他们又要有自己的自由 要有个人的选择 才能要找到那个嫁人了 随便嫁一个人 那我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了怎么办 所以原来的包办婚姻之所以 必须的是包办婚姻 并不是说原来的中国人那么傻 就不想要个人自由 自己选自己的心上人 那多好是吧 这个牛郎侄女 传了2000多年 到现在还都作为我们的最高境界 原因是现实生活中 在养子防老的一个体系之下 你不能够有选择 你随便嫁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不能够是未来的这个马化屯 或者是李嘉诚的话 我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投资 我以后老了不能动了 生病了 那我靠什么 不行 你必须的加一个 我能够批准的人 谁是我可以批准的呢 未来可以有出息的 最好对方家里面很有钱 我们自己家不是马化屯家 但是最好是 他是马化屯家的 这个算自私吗 还是说也是无奈 因为您刚才说 您给你女儿的信里面讲了 其实你现在的那部分养老的负担 可以转嫁到社会体系里面去 对吧 您可以自己买股票 自己买基金 自己照顾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那种传统观念 是因为社会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功能 你说的很对 所以我写的很多的那些书 文章和讲的一些课 说明一个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现代社会 之所以是现代社会 又有人权 又有民主 又有法治 一个核心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了金融市场 有了保险 有了各种借贷产品 又有这些退休基金 各种不同的股票 债券 金融品种很多 让你把你未来可以想象到的 任何的风险和生活需要 都可以通过这些金融产品 把你安排好 那么由此 让你的子女就得到了解放 特别是妇女得到了解放 所以我这些年 每次这样讲座完了以后 我发现最喜欢我讲的主题的 还是女士们 因为我跟他们说 你看看原来旧社会 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 妻子和妾 一有需要 可以把这些人卖掉的 或者是把女儿卖掉的 要不然的话 换句话说 女儿 妻子 妾 实际上是保险产品